大家好,我們今天做一道減肥菜 黃瓜、洋蔥都是低卡的植物 對於減肥有非常好的療效 一起看看是怎麼做的吧 雞蛋裡放入清水 放入小酥蛋 可以洗去雞蛋表面的細菌 用紙巾擦起雞蛋的表面 放入白醋,軟化蛋殼 雞蛋不容易腐裂 一定要水熱了下雞蛋 不要涼水下雞蛋 涼水下入很容易破裂 水開煮六分鐘 把鹽均勻地灑在黃瓜上 殺菊蔥綠 洗淨後備用 把切好的黃瓜擺成花 這樣一疊一疊的平成花瓣 把洋蔥切成小雞丁 把煮好的雞蛋放入冷酥裡 水中 因為熱脹冷酥好拔皮 非常容易把皮拔下來 放入五種加熱 水分AS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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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肥的最佳油是橄榄油 葡萄酿的醋减肥效果更好 鱼刺油又营养又减肥 海鲜酱油增加点咸味 蜂蜜既甜又不使人发胖 加入清脆爽口的洋葱末 用炒香的白芝麻代替香油 来点小芝麻椒增加漂亮颜色 既要减肥又要美食 减肥从此变成快乐的事情 减肥的白芝麻 咸味料 冰箱 冰箱